今天一大早,來自官方推特的消息真的是蠻讓人震驚的 不管怎麼樣,首先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次新的宣傳影片吧! 今天的關鍵字是A,也就是說昨天的推測大概率應該是跑不掉啦 然後升放送中明天,官方這邊也是有特別提到 那麼這一次比較重要的點就是這個 加碼一號跟加碼二號有機會獲得並且成為同伴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個的例會 是跟原本的一號二號是長的不一樣的 稍等待點 人工生命體 超細的 這個是一號,我們這個限定卡的例會 然後大家現在也是可以看得到這個圖 因為這邊的一號,官方講會有機會獲得的 它是手插在腰上面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樣啦 然後二號這邊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那個是兩隻手靠在腰上 那老實說,從這邊來說的話 一開始我看到的時候 我是以為官方 只是打算要復刻他們吧 而不是有什麼很特別的東西啦 所以一大早就全部在猜測啦 這個到底是免費卡 還是只是說一號二號的復刻 不過通過這一邊的話 我還蠻相信一號跟二號會 在活動中獲得復刻啦 大概率應該是有機會獲得復刻的 接著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Facebook的官方推特 什麼官方推特,官方主頁 劇場版聯動,登錄獎勵 首次登錄可以獲得70顆龍絲 聘讓SSR紅色披風的人造人 加碼一號加入為夥伴 從這邊的話 再通過剛才日版的宣傳影片來說 我們的一號 確實就是免費卡來的啦 因為完全不一樣的卡面 然後更重點的就是 那一個70顆龍絲 哇靠,真的是超乎我的想像有沒有 我原本一開始的意想啦 第一彈30顆,第二彈10顆,第三彈 也是10顆 結果來到第四彈的時候 這邊是國際版方面的啦 因為這邊是第三彈嘛 四字版這邊是第四彈 結果我想不到竟然會給到70顆 這麼高 多了很多咧 就123彈再加上我原本預測的20彈 第四彈的20顆 多多加起來的70顆 哇,就是這麼多 前面已經50了 再加上這個70的話 單單這個機場版聯動的活動 登陸賞到了啦 我們就可以拿到130顆了 非常多 國際版當然也沒有掃標 國際版在第一彈的時候 官方就直接給40顆 第二彈給10顆 同樣是有50顆 在前面那幾彈活動 然後再配合上這一次全新的活動 最後一彈嘛 也不確定是不是最後一彈啊 反正就是 就是這一次年末的雙卡機 連動上面可以獲得70顆龍絲 單單登陸罷了 然後 重點就是 這只是登陸賞喔 後面還是有生放送的 生放送上面 會不會再加更多 不確定 或許這個就是生放送的時候 日版這邊可能就是生放送的時候 打算給的量 也不確定 那我是希望這個只是單單是 登陸賞 後面是生放送 還有生放送的獎勵 照樣給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算官方是給到最低限度 在生放送 5加8加5加6 24顆 包括這一個登陸賞上面 也是有94顆的龍絲 所以就登陸賞這方面 不要這個稿子啦 OK 這邊是1號的免費卡 然後接著還有2號的免費卡 即場版聯動培育任務 紀念電影上映的聯動任務登場 透過完成任務 可以讓藍色披風的人造人 加碼2號加入為夥伴 可是這邊的話 1號跟2號都是免費卡 通過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 但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 可以不可以多看覺醒 這個確實是我有一個比較困惑的地方 因為特別是登陸送 跟完成任務送 能不能在物語活動中 打到還是怎麼個樣子 這個其實是我有點小困惑的地方 因為如果只能在登陸跟任務上面 拿到過後 後續就沒辦法拿到的話 那麼多數只是用來做紀念用的獎勵 就沒辦法拿來怎麼說 未來就是可以拿來多看覺醒之類的 除非就是有開一個物語關卡 可能這邊只是送一部分 然後剩下的我們要通過物語關卡來打稿 這樣子就 還比較好說 要不然的話 這一場我就覺得 欸 就有點壓背 不然我們沒辦法 麻麻麻 不管怎麼個樣子 這一次的活動 他的獎勵 是相當的驚人 相當的豐富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至於現在龍獅已經不太足夠的朋友 也不需要太擔心了 單單那個70顆龍獅 再配上活動 還有其他的登陸商 抽抽一下 就有一輪的龍獅 打底 然後再配合昨天 我大概計算出來的龍獅量 那麼 抽個兩輪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啦 可能各卡機一輪 或者就是專抽大家所喜歡的那一個卡機 直接ALL IN也是可以 那不管怎麼樣子 就越來越期待啦 明天 26號 就有他們的三方送出來了 然後角色的能力啊 什麼 全部都會在那邊 還有動畫 然後等下就看 傍晚四點的時候 日版這一版呢 會不會有EXTRA的情報出來 哇這個真的是太讓人期待 根本是HIGH起來 早上也是 一醒來的時候 喂 70顆龍獅 哇靠 這個是不是假消息 先確認一下官方帳號 到底是不是對的帳號 來來講話先 哈哈 因為70顆真的是太超乎我的想像了 給的實在 欸 有夠多 嗯 非常棒啦 OK啦 就是這麼個樣子啦 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關鍵字 剛才有說到嘛 今天就是來到了 A 然後配合昨天跟前天的 B E A 然後剩下S跟T啦 明天S 後天T 最後28號 卡池開幕 我希望是這個樣子啦 嗯 希望是這樣子 因為26號生放送 生放送的龍獅 一般都是要隔一天 才會發放 所以26號生放送 27號龍獅拿夠 28號開卡機 這樣子的話 至少我們的龍獅儲備 是可以嘎嘎賊的啦 就比較 比較 夠用一點點 嗯 OK 好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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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